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好 為什麼要倒閣 這幾天 馬英九自己已經證明了 傀儡院長 就是應該被倒閣 如此荒腔走板的改組 不是連國民黨人士都看不下去嗎 越改組 越應該倒閣 憲法明定 行政院長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但馬英九錯把總統當皇帝 一人意志臨駕內閣 嚴重傷害憲政體制 當在野黨依法提起不幸讓案的時候 總統還是繼續架空院長 一手主導內閣改組 嚴重的毀憲 這樣的改組更應該倒閣 我們必須告訴總統 笨蛋 問題在經濟 政府執政無能 人民民生困苦 財經內閣卻不動如山 改組改到派自己的敬衛軍去對中對美 這樣的佈局 難道不是為了推動和平協議嗎 難道不是為了完成一中整合的終極任務嗎 這個政府只會安外 攘內 敗家 輕忠 不斷的轉移內政經濟的無能 但是公然挑戰對抗人民的憤怒 人民需要的是經濟與就業 但是我們的政府 卻只會對內放棄 對外冒進 人民苦不堪言 他不在乎 人民害怕統一 他卻一意孤行 如果沒有倒閣案 院長還說 冬天用電掃 漲價沒有感覺 院長 終究看不見 多少商家冬天 夏天一樣要做生意 冬天過去了 夏天永遠會來 成本還是會翻兩翻 還有更多的低薪受僱者 無薪假 失業主 夏天早就沒有冷氣了 荷包縮水 面對油電雙掌 帶動的物價高漲 每一天 都是寒冬無止境 我們的院長 還在電視專訪裡面說 他這八個月過得非常的充實 完全無視於這八個月來 經濟成長率已經下修八次 到亞洲四小龍最後一名 但是 我們的出口摔退幅度卻是最大 失業率最高 物價漲幅創四年的新高 什麼都漲就是薪水沒有漲 年輕人薪水衰退到十七年前 這個痛苦指數恐怕已經無法描繪 人民的失落跟無望 我們這個政府不僅無感 無能 而且更會說謊 總統 總統說 浮動電價 浮動油價 已經連續 下跌 但是 總統沒有告訴人民真相 從七月初以來 當國際油價下跌的時候 我們的浮動油價卻是越浮越高 現在每公升已經高出三點五元 總統院長都在說謊 說謊的不是只有油電的價格 十二年國教 稅改 二代健保 社會住宅 都是假改革 選前說一套 選後做一套 選前騙選票 選後騙鈔票 利用各種費率的上漲 油電雙漲 凱人民的薪水 因為 國債創新高 政府沒有能力解決國家債務的問題 我要告訴馬英九陳聰 你如果聽不到人民的探襲聲 就請你下台探襲吧 民主國家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人民可以托付權利 也可以收回權利 人民很無奈 現在沒有辦法換總統 換格魁 只是最微小的要求 讓無能的院長下台 讓台灣有希望 但是 如果總統 不謙卑反省 你用人能力不當 團隊貪污腐敗 執政無能 總有一天 人民也會收回 對你托付的權利